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半导体今年产值恐将衰退于一程,尽管市场能见度仍低,客户已集单短单居多。 半导体厂认为供应链库存有效趋化,将回复健康水位,明年景气有望好转。 在历经大流行,带来空前的好景后,半导体产业面临供应链重复下单,库存过高的调整压力,加上地区冲突、高通膨等影响。 今年半导体产值恐将出现负成长,机构预估衰退幅度,降于一程。 车电等部分市场需求持续低迷。 不过,台积电观察到个人电脑、PC和智慧型手机终端市场有需求稳定的一些早期迹象,并认为半导体景气已接近谷底。 台积电指出,客户持续谨慎控制库存,库存消化将延续至第四季,预期供应链库存可能持续降低,并达到更健康的水位。 2024年营运,有望健康成长。 半导体厂多认为库存问题明年有望逐步解除,需求回温情况将是牵动明年营运表现的关键,而地缘及高利率等是主要变量。 显示驱动IC厂天宇表示,客户库存已去化得差不多,未来营运展望已看到隧道出口亮光。 赶测晶片厂原项也指出,今年营运受到供应链库存调整影响,明年渴望恢复比较正常情况。 网通晶片厂,瑞玉级触摸晶片厂易龙电,看好在电脑出货有望回升下,明年营运表现有机会,随着好转。 机构预估,明年全球半导体产值渴望较今年增加于一成水准。 现阶段,唯有人工智慧,AI领域持续加码投资,将成为2024年,推动业绩成长主力产品,使得AI伺服器供应链展望相当看好。 AI伺服器供应链,包括晶片行业的台积电,伺服器行业的鸿海、广达、音叶达、伪创、维影、技嘉、华硕与合硕等,散热行业的双红与齐红等。 鸿海市全球最大伺服器厂,该公司董事长刘央伟表示,目前一般伺服器库存计划已经差不多,明年渴望持续好转。 至于,AI伺服器更是强劲成长。 鸿海云端网络部门2024年展望,将以伺服器为主要成长来源,尤其来自云端服务供应商CSP对AI的强劲需求。 他表示,鸿海在AI伺服器,从晶片、GPU模块、机板到伺服器机轨与数据中心,包含先进散热系统,以及全球布局,可以提供一条龙解决方案。 由于GPU模块与机板等上游、AI产品、技术层次高,鸿海发展,AI重点是在GPU模块中持续提升市占率。 至于伺服器整机是下游产品,参与者多,鸿海会关注下游组装,鸿海本来就是全球最大伺服器厂,将维持不变。 广大表示,AI伺服器第三季开始出货,但GPU供应短缺问题将延续到明年上半年。 今年全年伺服器双位数成长,AI伺服器占整体伺服器销售比重,明年将进一步扩大,预估明年伺服器业绩将超过所有其他产品线,且成长速度加快,达到可观的双位数成长。 机家总经理李仪泰之前说,今年伺服器需求持续攀升,有机会超越之前预定目标,也就是高双位数成长,至于AI晶片缺货也慢慢往好的方向走。 华硕全球资深副总裁谢明杰之前表示,明年华硕AI伺服器业绩至少翻倍成长,目前AI伺服器订单已满到明年。 卫影则表示,AI伺服器需求大增,已成共识,无论一般伺服器或AI伺服器,未来订单成长动能都很大。 卫影已有多款AI伺服器陆续出货,最快明年手机量能进一步扩大,乐观看待今年第四季至明年试况。 在此背景之下,三星电子的目标是,到2028年,将人工智慧BI晶片在代工领域的销售比例提高到50%。 此前媒体报道称,AMD正在认真考虑采用三星电子的4nm代工工艺量产下一代伺服器CPU,这是因为三星电子的4nm制程良率达到了70%,可与台积电竞争。 据半导体业界透露,三星电子代工事业部门的预测销售额明细中,行动晶片占54%,用于人工智慧伺服器和数据中心的高效能运算HPC占19%,包括自动驾驶在内的汽车晶片占11%。 预计到2028年,收入组合将发生重大变化,三星电子计划将行动晶片的比重减少到30%左右,HPC比重增加到32%,汽车比重增加到14%。 该公司还计划到2028年,将外部客户数量增加一倍。 据悉,目前三星电子代工事业部的主要客户是三星电子的系统、LSI事业部和高通等手机晶片的设计企业。 这是因为三星电子主要为手机生产行动晶片,虽然这具有稳定收益的优势,但对于过度依赖行动装置的批评也不断出现。 三星电子在生产大型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晶片和自动驾驶、汽车晶片方面的经验和业绩不如竞争对手。 而且最近消息显示,三星晶圆代工厂似乎已经获得了AMD和特斯拉等大公司的订单。 在投资者论坛上,三星透露,其代工部门有望成为半导体行业的强大竞争对手。 尽管该公司表现出对其行动部门的完全投入,但官员们暗示,该公司计划通过增加人工智慧、AI和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的客户数量, 来实现销售结构多元化。 三星总裁John Heilin表示,超大规模企业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汽车、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和特斯拉以及其他客户向他们寻求制造他们设计的晶片。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们来找三星时,该总裁表示,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帮助半导体,包括代工厂和存储器将想象力变为现实。 他们的一些客户正计划出售他们开发的4奈米AI加速器,而汽车行业领先的电动汽车公司也正在向5奈米迈进。 他们正在开发完全自主的chipnet版本。 该总裁声明表明,三星对其4奈米工艺,尤其是AI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报道,三星已经通过下一代HBM3G一体的决定性质量测试,并已做好与AMD合作的准备。 现在尚不清楚三星最终是否会成为MI300加速器开发的合作伙伴,但AMD此前曾明确表示,如果没有台积电的帮助,他们的加速器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此,三星可能会制造某些IP,而该晶片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台积电的设计。 或者,AMD可以根据供需情况进行双元供应。 三星还正在创建自己的先进晶片,封装生态系统Saint,该生态系统将与台积电的CoOS竞争。 除了AI领域的订单外,三星还透露,他们也收到了特斯拉的订单, 该公司没有具体说明他们向该公司出售何种类型的工艺,但提到了无奈米工艺, 表明它可能用于特斯拉的下一代HW5.0晶片,专为全自动驾驶应用而设计。 截至今年,三星电子总销售额的比例预计依次为行动装置54%,HPC19%和汽车11%。 在十年前,三星电子的大部分展示来自行动装置和消费电子领域, 然而随着部门快速进展,以及赢得行业客户的信任, 三星已经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尤其是生成是AI的出现,推动了发展。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